到时候再送他走就是了 炎帝有些不以为然 这只兔子除了不会说话不通人性之外 各方面都比小灰好太多了 长得雪白可爱不说 吃的也简单而且量少 最重要的是不会跟他捣蛋争锋 他有父母孩子 离开了他们他也会难过 我已经有小灰了 不能爱惜照顾他一辈子 何必将他带走 秦悠悠弯下腰 小心翼翼放开那只小白兔 看着他跳到地上 一溜烟钻回洞里去了 随你 炎帝有些不高兴 他看得出来 秦悠悠对这只白兔很心动 但是为了怕惹小灰不快 就把他放了 他什么时候对他这么用心在意过 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 他们回到营地的时间稍晚了片刻 不过也不差多少 营地里还有一些人 才刚刚准备上马出去 见他们已经拖了两只雪狼回来 除了惊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人跟人怎么就差那么远呢 炎帝将两只雪狼的尸首抛下 自有侍卫太监去处理 他带着秦悠悠走上台去见皇帝 皇帝主持仪式时 正儿八经神情肃穆 现在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样子 他走上来 垂了炎帝的肩膀一下 哈哈笑道 阿弟 有你的 一炎帝主持仪都还没烧过三分之一 你就回来了 比去年又快了不少啊 看来 得等你年满三十 不再参加冬猎了 其他人才有机会 不愧是朕的好三弟 他眼珠子一转 落到秦悠悠身上 便是朕的三弟妹 也出众得很啊 是他的马太快 秦悠悠依旧对炎帝这个皇兄 没什么好感 不过 他还是很尊重事实的 他靠机关暗器 可以轻易杀死雪狼 但要想在这么短时间内 找到他们 将他们的尸首带回来 这完全不是他能办到的事 弟妹不必过千 你的机关术冠绝天下 我香月国中 不知道有多少将士 隐隐期盼着 用上弟妹设计的兵器军械 在战场上养我香月国国威 为我香月国开疆吐吐 秦悠眉头一皱 垂下头没有说话 他根本没想过 要去做那些攻伐作战 大规模杀伤人命的军事器械 如果妖怪恩公 与他的皇兄 还有香月国的人 打着这个如意算盘 那他恐怕要叫他们失望了 炎帝握着他的手 微微用力 面上毫无表情地对皇帝道 又要他有些乏了 臣弟带他下去休息一下 说完 也不等皇帝答应 便拉着秦悠悠 下台往其中一座大帐走去 皇帝笑了笑 并不在意他的无礼 只是把声音凝成一线 在他耳边意味深长道 弟妹的心不在你身上 你要好好努力了 炎帝仍是一张面瘫脸 但握着秦悠悠的那只手 却忍不住忽然用力 啊 疼 秦悠悠低叫一声 就想收回自己的手 可炎帝的手掌就如一只铁钳 任他如何挣扎都没有用 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巨响 秦悠悠抬头 望向声音发出的东北方向 只见那边的天空 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赤红的烟柱 从地平线直冲半空 仿如一条血线 透出浓浓的不祥之意 发出这等信号的地方 不用问都知道 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事故 炎帝猛地回头 与皇帝对望一眼 他们都认出 这是最严重的告急信号 代表着发出信号的地方 已经出现重大伤亡 今日来参加东列的每一个人 都是炎氏皇族的宗亲 且不说彼此之间 是否有多亲近 就是为了宗族国家的体面 也万万不能容许 严重伤亡事件发生 炎帝几乎片刻之间 已经做下决定 他拉着秦悠悠 一跃返回台上 将他拉到皇帝身边 沉声道 他交给你 我去看看 皇帝神情凝重 脸上半点笑意皆无 迅速点了点头道 你放心去 他不会有事 快快听话待着 我去去就回 炎帝伸手揉了揉秦悠悠的发心 转身就往营帝大门 快步走去 中途处云飞赶到会合 一人一马 几个呼吸之间 就消失在血缘远处 秦悠悠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 就被扔到皇帝手上托管 他这些时日 几乎都是在炎帝的保护下过日子 心里已经将他当成 最放心可靠的依赖对象 与保护者 如今他突然离开 他呆了呆 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是凤神教出手了吗 将炎帝吊开 然后就来对付他 秦悠悠觉得头皮发麻 尤其身边这位皇帝陛下 跟他实在相看两相艳 真有危险 他有些怀疑 他就算不趁机向他背后捅刀子 也会想方设法见死不救 好借敌人的手收拾了他 皇帝仿佛看透他的心思 皮笑肉不笑的道 弟妹大可以放心 就算是为着我严实的面子 今日也绝不会让你出事的 不然阿帝回来 我可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交代了 秦悠悠斜了他一眼 不欲置凭 皇帝身边伺候的 都是亲信死中的侍卫太监 大臣都被隔开在一段范围之外 两人的对话 也不怕其他臣下听到 东列活动上 发生意外 甚至是国君遭遇刺杀之类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 都数不清发生过多少次了 大臣们连同外围守护大营的皇宫亲卫 虽然担心 却并不慌乱 很快 就有大臣来恭请皇帝 暂时到台下的大帐内休息 这时候 再留在高台上当靶子 那是傻子才做的蠢事 所以 秦悠悠也随着众人布下高台 进入其中一个大帐 这个大帐 至少能容纳上百人 秦悠悠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被留在皇帝身边 一些重要的大臣也留在帐内 大家刚刚坐下没多久 外边就隐隐传来孩童的哭闹声 去看看 是哪家的孩子 皇帝挥挥手 对身边的小太监道 营地里头绝大部分人 都外出去猎血狼 剩下的 都是随行伺候的太监 侍女 又或者是来看热闹的家眷 很快 太监就来回报 是和亲王世子的三个儿女 秦悠悠还记得 早上收到那朵 娇艳玉滴的粉色山茶花 自然也记得 送花给她的那个小姑娘 今天她注意到 一家人是带了三个儿女同来的 就是和亲王世子夫妇 她对这个还是有点印象的 虽然她已经不太记得 那一家人长得什么模样了 皇帝听闻 扬了扬眉道 伺候他们的人呢 英郡主身体不适 一直焦肚子疼 请了御医去诊证 却没发现病因 英郡主一直哭闹 两位小爵也心里害怕 将而上父母不在 也跟着闹起来 如今伺候他们的乳娘 太监宫女 也十分着急 小太监说得极有条理 说到这里 他忽然有些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 不要吞吞吐吐的 皇帝说话听上去很和气 不过小太监跟在他身边 已经有好一段日子 自然听得出 他语气中的不耐 连忙道 乳娘到英郡主哭闹时 好几次提起王妃姐姐 花花 他说这话时 眼角不着痕迹 扫了一下秦悠悠的方向 和 跟地妹妹有关 皇帝笑着望向秦悠悠 秦悠悠觉得一阵头疼 虽然他不太记得 英郡主是什么模样 但他确实挺喜欢 那个小姑娘的 可今日 时机不对 如果他要去看英郡主 就要离开皇帝身边 营地里不知道 有没有暗藏着奉神教的人 会趁机对他发难 如果狠下心置之不理 又好像说不太过去 稍后和秦王世子夫妇回来 知道这事 心里也会有疙瘩 将那三个小家伙带过来 让朕看看 皇帝笑了笑 大方地替秦悠悠解决了难题 三个小孩子 很快被太监宫女送了过来 皇帝身边不是什么人 都能靠近的 所以 只有一个乳娘 两个小太监 跟着走了上前 这名乳娘与两个小太监 进门之前 都被仔细搜过身 而且 也有高手亲自探过他们 都是武道修为在二品以下的 三个孩子 见到这里许多神情严肃的陌生人 吓得不敢再大哭大叫 英郡主与最小的男孩 分别趴在一名太监 一名乳娘尖头上 抽抽叶叶的 另一名太监 则小心牵着最大的 那个男孩的手 一行六人走到皇帝面前 低头行礼 英郡主看见 坐在皇帝身边 不远处的秦悠悠 马上用力扭过身子 向着她伸手娇声道 王妃姐姐抱 小姑娘一张笑脸 哭得通红 楚楚可怜 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秦悠悠点了点头 那名太监连忙抱着英郡主 走了过去 大男孩可能是不放心妹妹 也跟着牵住身边的太监 跑了过来 四个人眼看着 离秦悠悠越来越近 两名太监忽然同时发难 一个将英郡主砸向秦悠悠 另一个也一甩手臂 将男孩凌空带起 甩了过去 两名太监动作快的超乎想象 扔开两名孩童的同时 双双扑向同样近在咫尺的皇帝 四只手如铁爪般抓向皇帝的要害 虽然事发突然 但秦悠悠还是来得及启动身上的机关暗器的 可是飞过来的两个都是不满十岁的小孩 她怎么下的去手 而且就算打中他们 也抵消不了他们身上所带的巨大冲力 就这一迟疑 两个孩子已经像炮弹一般撞了过来 那两个太监 不知道是如何逃过战外高手的检查的 这一扔的力气极大 根本不是二品以下的武者可以达到的 九品五尊还差不多 如果让他们撞上秦悠悠 那三个人定会同时筋骨尽碎 允命当场 就在惨剧就要发生之际 秦悠悠只感到身后传来一股大力 将她硬生生往后拉住 急退进杖 一个原本站在她身后的影子 变成了站在她身前 双臂一边一个 拎住两个孩子的腰带 原地转了一圈 卸去他们身上的距离 将他们放回地上 这人不用问就是两命 秦悠悠一直知道她也是个高手 究竟有多高她不太清楚 不过就这一手轻松自如 举重若轻的手段 估计十品五胜跑不掉了 妖怪恩公身边都是些什么人 真是太变态了 另一边 攻向皇帝的那两名太监也被解决了 伺候炎帝的梁令至少十品五胜 伺候皇帝的只会更强 两个太监不过与皇帝身边的两名高手 对了一招 就被打飞了出去 杖子暗处同时闪出四个鬼魅一般的影子 很快围在了两人落地之处 其中一人蹲下身子仔细检查之后 回身禀报道 两人全身精血枯竭 已经死去 他们是别人一容改装的 应该是奉神教的枯荣诀 皇帝听了顿时恍然 不过眉头却皱得更紧 淡淡扫了眼秦悠悠的方向 没作声 两令另外叫了太监 看住两个被吓傻了的孩子 走上前将秦悠悠扶回远处安坐 一边低声解释道 酷龙爵据说是奉神教死尸修炼的一种魔功 修炼者的修为更高 看上去也与没有武道修为的普通人无二 一旦全力计划 可瞬间达到九品武尊的修为 但是全力一击之后 就会马上精血耗尽化作枯骨 用这种人来实施刺杀 几乎都是一击击重 不过这种魔功修炼的条件非常苛刻 一千个人里不见得有一个 修炼失败者修为尽费 寿命也不会超过一年 据传奉神教里成功练成的只有不到二十人 秦悠悠悠然而惊 这奉神教果然变态得很 这种方法对付一般高手或国家政要 自然是百发百中 可是对付湘悠国的皇帝 他觉得好像有些勉强 皇帝身边的侍卫不说 他自己的修为估计同样深不可测 两个突然发作的九品武尊 能够伤到他的可能性 还达不到三成 这不是故意送死吗 奉神教这样的死士不到二十个 一下子就浪费掉两个 是不是太笨了些 皇帝显然也想到这一点 就这两个死士在梁令面前要对付秦悠悠都千难万难 简直就是来送死的 就在这时 两名太监浮尸之处忽然传来一声大贺 小心 这两个人是人骨 皇帝一领 大贺的 所有人等 即可退出去 喷喷两声低沉诡异的闷响 地上那两条干尸突然爆开 无数黑色的小虫从他们的体内飞射向四面八方 惨叫声此起彼伏 那些小虫一沾上人参 便迅速咬开人的皮肤 钻进人身体之内 那情景就是七尺大汗见了都要毛骨悚然 地上两具干尸 先前还是活蹦乱跳的 就在死后片刻之内 身体内竟然已被这些可怕的小虫吃空 变成两个羊蛮蛊虫的皮囊 可想而知 被这些蛊虫入体之后的下场 幸好那两名死士跌落地上 附近的人都散开一段距离 而香岳国这边的高手 也确实反应迅速 纷纷出掌虚拍向那些漫天飞舞的蛊虫 掌风或冰寒如霜 或炙烈如火 那些小虫几乎是一碰即死 明里暗里的侍卫高手全掌如风 很快就将那些可怕的小蛊虫杀灭九成九 剩下那一点点漏网之余 也造成不了十分惨烈的结果 三名文官 十数名侍卫躲避不及 被蛊虫入体 其中几个当即立断 斩断了被蛊虫咬破的肢体逃过一劫 剩下的要么是头连颈部遭遇蛊虫 要么是反应太慢 蛊虫顺着四肢 窜入胸腹要害 被帐内侍卫果断下手杀死 且当场以烈焰掌一类的霸道功法 将尸身迅速焚毁 帐内局势被控制住 但是死伤那么多人 血腥味 尸体被粉烧的焦糊恶臭味 令人作呕 秦悠悠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只感到手脚冰凉 奉神教的人 分明就是丧心病狂的疯子 如果让这些蛊虫蔓延开来 整个营区一带都会化作人间炼狱 能够逃得过的 只会是极个别武道修为足够高的修炼者 这还是因为现在是冬天 气候寒冷 蛊虫脱离人体 无法找到新鲜血肉 马上就要被冻死的员工 如果是阳春三月 又或是盛夏初秋 那结果 秦悠悠想都不敢想 这是刺杀 也是示威 如果多利国与香悠国交战之际 用上如此疯狂的手段 香悠国还哪里有还手之力 不过仔细一想 秦悠悠便明白 这事多半不可能发生 要控制这些蛊虫 专门去攻击什么特定对象 估计很难很难 一旦放出这么可怕的蛊虫 最后可能是两国兵将同归于尽 一起惨死在这些蛊虫不分敌我的 咬势之下 两令极小心地将秦悠悠护在皇帝身边 一边打眼色 示意太监将和亲王世子的三个儿女 连同剩下那个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乳娘 带到远处去 这个大帐是没办法再待了 皇帝神情平静地吩咐进士 迅速清理出另一顶大帐 然后带着劫后余生的部分官员 与太监侍卫一起移过去 他走到秦悠悠身边 笑得从容淡定 觉得害怕 我相悦国与多利国如今 虽然并未正式开战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两国已经是不死不休 不是他们与奉神教一并灭绝 就是我相悦国严是完蛋 没有第二种可能 秦悠悠没有作声 过了一阵子才慢慢倒 嗯 何必呢 本来是你们这些皇族的恩怨 却要这么许多无辜百姓 将士在战场上牺牲 从古至今 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不都是如此 我们兄弟倒是愿意 与江如恋本人一决死凶 问题是 这只索头无归 他愿意吗 皇帝这口气 倒像是对自己与炎帝的实力极有信心 江如恋如今年纪也不大 却是天下公认的第一武道强者 据说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武圣的至高境界 距离陆地神仙 也不过一步之遥 真不知道 皇帝的自信打哪来的 秦悠悠想到江如恋的年纪 顿时对炎帝的奇高修为淡定了一些 江如恋也不过五十岁左右 已经号称天下第一武圣 炎帝今年二十四岁 与江如恋相比 这个武道修为倒还勉强可以接受 他听师父说过 武道修炼的至高境界乃是十八品 从十品到十八品均被称为武圣 中间差异却是极大 江如恋当年大闹西河风时 也不过三十岁左右 据他所看的卷宗描述 修为已经达到十二品 既然有人这么点年纪 能够达到十二品 那妖怪恩公能达到 也不算奇怪 皇帝见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淡淡地说了句 什么叫我们这些皇族的恩怨 你如今是阿帝的妻子 莫非就不是我岩氏的人 秦悠悠一争 他虽然迟钝 但也听得出来皇帝语气中的不满 他确实因为炎帝对相越国产生了亲切感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能接受他们那一套 所以只能低头不语 他忽然想到这些时日以来 炎帝与金氏的频繁接触 以及在他面前绝口不提 要让他设计军械之事 也许他是不愿意勉强他 所以才转而花费功夫 去跟金氏的人打交道 他心里一时间不知道是甜蜜还是无奈 天下间所有人包括金氏自己 估计都认为相越国得了他以及他师父的支持 已经不再需要与任何机关世家喷交了 却没有人知道 他在这方面其实根本不会给炎氏皇族带来多大的实际好处 难怪皇帝会对自己不满 他坚持了原则 却让炎帝为难了 只不过炎帝却从没有在他面前说过半句 甚至王府上下所有人 也依旧将他当公主一样小心伺候着 比起炎帝为他做的 他好像有些过分了 秦悠悠有些惭愧起来 和亲王世子的三个儿女 连同他们的乳娘 在皇帝的事宜下 被两名武圣级的绝顶高手牢牢看住 远远跟在一行人的最末端 与皇帝及秦悠隔了老大的距离 皇帝对他们已经起疑 故意不将他们送走 也是为了就禁监视 奉神教的手段层出不穷 让他们几个离开众人视线 天知道他们会去干什么更可怕的事 和亲王世子的三个儿女 最大的都不足十岁 皇帝已经让御医 以及负责看管他们的两名武圣 仔细观察过 暂时没发现什么异样 不过他还是不能放心 正考虑要怎么处置他们 忽然听到远处接连传来几声巨响 好几个地方一道道血红的烟雾信号腾空而起 一片野兽怪叫声由远而尽 数不清的野兽连群结队向着营地这边狂奔而来 其中有数不清的血狼 豹子老虎野猪等等 杂踏的脚步声加上一声声凄厉的嘶吼 那声势完全不亚于万马千军列阵冲锋 营地周围驻扎的皇帝轻卫部队虽然人数不少 但在这些不要命的野兽面前也显得弱了一头 秦悠悠看着这等可怕的情景 心里再次浮起同样的疑问 凤神教折腾出这么大的阵仗 究竟是想干什么 就为了他一个至于吗 他瞄了一眼身边笑的从容镇定的皇帝 如果再加上这个家伙 估计就差不多了